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作坊。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什么会是日本排名第一。 根据2021年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数据显示, 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总人数为24万2千人, 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1万4千人,占据了半地江山。 2020年5月,中国留学生人数排名第一的是早稻田大学, 紧接其后的是东京大学和立命馆大学。 根据早稻田大学官网上的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为3322人, 占到早大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在日本,谈到私立大学, 人们往往会提到早庆这样一个说法, 也就是绝对不会忘记青英大学。 那么,早稻田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有这么高的人气, 有什么原因呢? 关注中国话题的日本自由记者中导会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些分析。 他说,人们选择早稻田大学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的, 中国媒体对早稻田和中国的渊源关系报道得比较多, 使得早稻田这个名称深入人心。 在明治时期,早稻田就接受了清朝派出的13名公费留学生。 1913年,来日的留学生当中就有中共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还有成都秀也曾经留学过早稻田。 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江泽民98年访日, 08年胡锦涛访日,都特地访问了早稻田大学。 胡锦涛还在早稻田与福岩埃打了乒乓球。 此外,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时候, 会出现大V重姓《大熊》,这位从明治到大政时期的日本政治家。 大V重姓曾担任总理大臣、外务大臣, 而他也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 1990年代的前期早稻田的报考人数高达18万人,达到最高峰。 2021年则为10万人左右 几乎减少了一半 但早大的录取人数却是相同的 由于日本的18岁人口在减少 对大学方面来说 录取优秀学生的难度在增加 所以需要为了维持早稻田的偏差值 而不断努力地开拓生源 早大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学合作 实行了双学位制 此外从2005年开始 早大与中国各地的顶尖高中 缔结了指定校协议 由这些高中向早大推荐学生 早大的招生人员 还频繁地去中国召开招生说明会 与日本其他大学相比 早稻田可以用英文报考的学部比较多 除了用英文授课的国际教养学部之外 全校13个学部当中 还有政治经济 创造理工 基干理工 文化构想 社会科学 这六个学部也同时开设了用英语授课的课程 这也就意味着不懂日语或者日语不太好 也可以到早稻田留学 在中美关系大不如前的情况下 早稻田因为设有英文课程 很多原先想去欧美留学的学生转向了早稻田 而这些学生往往具备进入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实力 在早稻田的文科当中 学费最贵的是国际教养学部 一年160万日元 而美国的大学 一年学费至少要3到4万美金 生活费也高 相对而言 日本的学费低 生活费也低 而且治安也不错 距离中国又近 这样一来 到早稻田留学 对学生也好 对家长也好 都是颇具吸引力的 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大学 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有渊源 知名度高于其他大学 二是早稻田大学在吸引中国留学生方面 很早就有投入 优质生源有相对的保证 三是中美形势不喜人的情况下 日本以学费低 治安好 距离近 让很多原本想去美国的学子将目光投向了日本 投向了早稻田 那么早稻田大学这个校名中的早稻田又是从何而来呢 难道跟早稻跟稻田有关吗 早稻田大学的前生是大威众信于1882年事业创办的东京专门学校 大威众信的别底在当时的东京府南分岛郡早稻田村 大约在1892年的时候 人们开始把东京专门学校称为早稻田学校 1902年9月当早稻田学校从专门学校升级为大学的时候 校名就改成了早稻田大学 不过当时的大学校名当中使用的汉字与现在有所不同 主要是道字的写法不同 早稻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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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次回もお楽しみに